快来尝尝我这烤鱼 这可是我最拿手的 看这鱼的大小 难不成是因凡你养了四百年的小姐 这香房还是朴素了些 已经很好了 还缺什么就告诉我 不不不 什么都不缺了 我从来都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就是 我有一点饿了 先门弟子不必食无骨 这上面记载着南华派的吐纳之法 你先去照样参戏 不吃饭 那 那饿了怎么办呀 合着我在人间吃不上饭 这来了仙剑 还吃不上啊 照着书上说的做 就不饿了 就不饿了 我不识字 我真是瞎眼仙尊 竟然收了一个这么笨的徒弟 竟然收了一个这么笨的徒弟 我真是瞎眼仙尊 竟然收了一个这么笨的徒弟 认得了吗 你要认真参戏 不许偷懒 是 师傅 还挺有模有样的 一时没认出来的 天机尊者这么快就来了 是不放心我徒弟吗 谁敢管你徒弟呀 不过我确实想要和你聊聊 关于虫子的事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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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在我这里 你们大可放心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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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仙界的炉子怎么都这么小啊 连个鱼都煮不下 哎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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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下来不错 你放心 我不会教他法术的 最多教些防身之术 虽然他不会有意用煞气伤害谁 但如果学了些法术 反而激发了他的煞气 伤疾无辜 那就得不偿失了 让他做个最普通的小仙徒 我就当多了个 撒扫侍奉的小徒弟 也挺好的 可是不会法术在南华 终归是要吃亏的 也罢 就辛苦你 多护着点他了 那就看他造化了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师父 天机尊者 你们来得正好 快来尝尝我这烤鱼 这可是我最拿手的 看这鱼的大小 难不成是因凡你养了四百年的小姐 四百多年啊 我说这鱼肉怎么这么老呢 这 这 这难道是你收藏了这么多年的 古籍仙书 义凡 我看你这小炼药房 算是毁了呀 冲走 师父 我错了 我实在是太饿了 我不是给你土纳之法了吗 冲人愚笨 这土纳之法 我学了半天都没学会 我怕这样下去 还没学会 就饿死在这嘴中风上了 唉 这么看来 也不全怪宠死 这是可怜了小姐 陪了你四百年啊 师父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小姐不在了 我也好陪你说话节目 绝对不会让你孤单的 真的 嗯 若让你放弃天下美食 戒掉饕铁之欲 你也愿意留在紫竹风吗 我愿意 当然愿意啊 我现在给你立紫竹风的第一条规矩 做我徒弟 不能杀生 也不能有害人之心 崇儿一定遵守门规 绝不杀生 绝不有害人之心 放手 起来 我现在教你土纳之法的药理